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認不認得這裏一個噴水池 一個噴噴轉的招牌 士嘉堡村 這個撕嶺甲編廚 現在星期六的早上 大把車位 這裏最有名的就是 高麗村 高麗村韓國燒烤 當時不會隔離 兩個星期都會來一次 排隊的 現在規模縮小了 還轉了手 今天來的目的 是因為有個網友 阿強介紹我來這裏買蜆 待會要宵夜吃 所以打算加些蜆也好 在那裏 如果不好吃的話 我打算叫阿強吃完他的蜆 進去買了三磅 不是三磅 叫三袋 三袋的蜆 好,正好 我回去請住 請請請有多重 在裏面大部分 Comptile 多數是龍蝦 和溫哥華蝦 龍蝦都多數是半隻購物 我目測大約5至6磅一隻 就賣59元 有些是69元 如此類推 大隻一點就貴一點 好像沒什麼魚 只有一種魚 可能它收在裡面做批發 但我面前看到只有一種 這間就比較值得留意一下 開了很久了 亦都說拿個獎 讓我試一下它的奶茶 真的這麼行 難怪有些人說 車後面裝定封液 就是一張餐桌 看見真是在吃東西 剛才進去馬力虹買了一杯奶茶 因為這麼熱 我沒有理由喝熱 喝冷的 雖然奶茶應該用 比較應該用熱奶茶比較 但沒辦法太熱了 這杯應該是偏貴的 連賣水是5.25元 這杯是大尺寸的 而且現在不允許飲桶 全部都是直接喝的 整體的購買經驗 就不太好 因為都挺黑口黑麵 不要緊 或者人家做得久 招牌夠響 有沒有Service都 你們這些人都來的 先試一口 OK 我可以給一個評價 就是 堅淡 沒有味 如果5.25元 的話 是絕對不可以 用這個價錢來衡量 就一定不可以 就算跟一般茶餐廳的比較 都輸了下去 見仁見智 這就是我的評價 試一次就夠了 不要下次 至於 如果你問哪間真正的凍奶茶好喝 我是有心思的 不過暫時 疫情之下 那個地方沒有開門 他也是拿到金茶王獎 我要遲些才介紹 讓他開門才可以 基本上是一個盲人的牧師 他拿了金茶王獎 拿了兩屆 他的凍奶茶真的可以 熱奶茶都可以 好 明天再開門才介紹給大家 但是這一杯 一般的正式 就是普通凍奶茶應該是多少 大概三元左右 三元左右 那這個是5.25元 那你說 是否值得呢 好 回來家 清一下 這些蜆到底有多重 好 好 那就是 三十六元 是吧 是吧 拿出來看看 應該是大隻的 大隻的 OK 應該是